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今天为你预备的单元是小故事大启发 让天天和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从前在瑞士跟奥地利的交界 有一个负责寻守的守卫 他工作好多年,以自己的工作为荣 有一天,一个骑脚踏车的奥地利人 要通过交界的钢绍 他的脚踏车前面装着满满的一蓝沙子 如果是别的守卫,大概挥挥手就放他过去了 但是碰到这个镜中值守的守卫 他直觉怀疑这个奥地利人走私 于是他拿出了一把收藏多年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的特殊扒子 仔仔细细地翻找沙子 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翻找了老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只好挥手放他过去了 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一遍 第三天也是 然后日复一日相同的情形一再上演 所谓每一天都检查沙子 却始终找不到任何东西 他就这样查了三十年 最后这个瑞士守卫终于忍不住地 对那个奥地利人说 我今天要退休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值班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怀疑你走私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走私客啊 这奥地利人一听 就迟疑了一下 瑞士守卫就再三保证说 你不要担心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举发你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奥地利人就说 好吧,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好了 我的的确确是走私客 守卫一听就说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可是我天天检查你的篮子 里头全是沙子 什么也没发现啊 拜托你告诉我 你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啊 奥地利人就说 脚踏车啊 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哦 这个瑞士守卫明明知道 这个奥地利人走私 他天天翻找检查那篮沙子 却怎么也想不到 走私的东西 竟然是这么醒目的脚踏车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也不小心地陷入这样的局面 因为眼光放错地方 就看不清楚真相 来费了很多功夫 甚至看错了一个人 或是错失了一些机会 其实在生活中的 十一住行或是人际互动里 时常考验我们是否拥有 看清楚事物真相的智慧 譬如我要说说 关于五个笨男生的故事 这五个笨男生呢 如果你知道他们是谁啊 一定会大吃一惊 并且说他们一点都不笨啊 第一个男生很倔强 特别喜欢用自己做的曲子 拉小提琴 可是他的老师告诉他 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 第二个男生四岁才会说话 七岁才会认字 老师说你反应迟钝 又不合群满脑袋呢 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求学过程里面 他还曾经被退学过 而第三个男生好一点 但是大学时化学成绩是 二十二个同学当中的 第十五名 被人说你觉得当不成化学家 第四个男生 爸爸以为他是白痴 长大后也不怎么样 考艺术学院三次都考不进 第五个男生 好不容易读到大学 却被退学了 老师就骂他说 你没有读书的头脑 又缺乏学习的兴趣 这五个曾经被当成笨蛋的男生 究竟是谁呢 第一个男生 就是贝多芬 哇 他有什么成就 大概不用我多说了 第二个呢 是爱因斯坦 他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 第三个男生 是化学家巴斯德 为生物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被选为最伟大的法国人第二名 第四个居然是大艺术家罗丹 第五个男生 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 他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 如果我们只是看外貌 或是一开始的成就 那么天天刚才讲的这五个笨男生 就会被错过 那世界上就会少了这五个不同领域的大师了 圣经上提醒我们说 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丽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看中那穿华丽衣服的人 说请你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中间有了歧视 用恶意判断人吗 亲爱的朋友 不管是日常的相处 或是工作上 对一件事情的判断 但愿我们都有 看人 看事物的眼光和智慧 以免把真正的珍宝 或者是真正的焦点 给看错了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啦 拜拜 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做 都改变不了 你在我心中 或许还疑惑 或许还懵懂 但我知道 你已在左右 世界的潮流 罪恶的隐忧 都改变不了 你爱领导我 或许会软弱 或许有苦痛 但我知道 但我知道 你倾听我无求 调整我的频率 淡淡地对着你 是我能够听得清晰 我一生要跟随你 调整我的焦距 淡淡对着你 你爱是我更加坚定 我一生要跟随你 叫做幸运 在美是享受上帝创造的完美 感谢是享受上帝恩典的丰富 祈求是得着上帝应许的真实 天天祝福你 每日得着上帝丰富的爱 天使夜未眠 有还可以 是 至于 感谢 辑